歡迎來到香港體育學院 去參與體院傳接觸這個活動 其實我們是否可以跟國家級精英運動員交流一下 令我現在的心情既緊張又興奮 你不用那麼緊張 因為今天輪不到我們出場 為甚麼呢? 因為香港這一面我們會派出我們本土的明日之星雅 上場和這班金牌運動員 切磋一下球藝之餘 又讓他們交流一下心得 我們不是只能做啦啦隊打氣嗎? 那你又不用那麼傷心 因為這個紅方少女傅元偉留下了一句 天天開心,不搖避傷 看來我們快快樂,做一支啦啦隊吧 好 中國來約奧運精英一連三天訪港 最後一天就來到香港體育學院 和年輕運動員做交流 人氣爆燈的傅元偉和林丹也有份出席 一班升級運動員難得來到港底的訓練基地 當然不少得要落場一展新手 在利奧衛國家隊勇奪乒球 女團金牌的劉斯文 就和幾位本地的青少年運動員 切磋球計畫 我覺得和世界第一的大姐姐打球 我覺得是很幸福的 我也希望我可以打到奧運 然後在奧運上為香港爭光 奧運動員對於年輕球員來說 絕對是無犯榜樣 另一位在利奧勇奪乒乒球 藍團金牌的許欣 就以行動告訴本地運動員 想他們身上獲得一分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也有特別開心 但是我發現原來在他們高手上獲得一分 是絕對不容易的 我們跟他們打了十幾分 我發覺還是得過一分 是很難獲得一分 切磋球技之餘 拿到這個簽名 也是感到相當開心的 因為始終我們是很… 即使我們平時出去看他們的比賽 也都相當難去近距離跟他們接觸 現在可以拿到他們的簽名 還有跟他們打冰箱球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來到羽毛球的環節 就由羽毛球南雙冠軍張藍 和超級丹一起出場 短短的幾分球 就已經令到兩位的年輕球員 獲益良多了 我拍張藍 我覺得他沒有人手很厲害 好像剛剛有一球 就是他不斷在那裡殺 那Jana就可以不斷回球給他 也不是容易的事 而興奧運 首奪羽毛球藍單金牌的岑龍 也有落場獻技 雖然對著兩位香港女將 不過岑龍也沒有留守 令我可以覺得 知道外面的水平有多厲害 那我將來就可以 向著這個目標進發去奧運 希望 你呢 我也是 起碼有機會去奧運 除了啟發到一班青少年運動員之外 這一天也有林大輝中學 以及英王佐治五世的同學 也有幸落場交流 不知道哪位運動員 最得他們的歡心呢 這次呢 這次呢 這個中國隊呢 派了四名的羽毛球男子 的成員過來 你自己呢 四個裡面呢 最喜歡誰呢 那當然是林丹 他是兩屆奧運的冠軍 就是跟我剛剛學羽毛球的一次 已經是看他 看得大 剛才呢 跟林丹打比賽的時候呢 感覺如何 哇 超級緊張 真的沒有想過 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跟奧運兩屆冠軍的 球員林丹去 切磋交流 那我知道呢 你特意拿了一個冰冰球拍 去給許欣簽名 可不可以展示給我們鏡頭看看 會怎樣去珍藏他 會放在家裡的櫃裡 應該找些東西套著他 就是放在櫃裡 因為很難得拿到他們簽名 就是